大家好,我是Stan 在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得到最佳男女演员奖的 卢达旨和Emma Sto 因为被质疑在颁奖过程中 忽略亚裔演员 而陷入了所谓的无视亚洲人争议 根据媒体报道 当天卢达旨凭借Upenheim 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奥斯卡奖杯 但在上台领取奖杯的时候 他却未向去年的最佳男配角得主 美国越南华裔官机委问候 只是拿走了奖杯 当官试图清除卢达旨的手臂时 卢达旨却直接走向了其他白人同事演员 并与他们几掌问候 然后凭借电影凯隆奖得 获得最佳女主角的Emma Sto 也是被质疑上台后 没有向去年的最佳女主角得主 杨子琼打招呼 Emma Sto在杨子琼要递给他奖杯的时候 转而走向旁边的白人演员 钱尼波鲁连斯方向 钱尼波鲁连斯接过杨子琼和Emma Sto手中的奖杯 抱在Emma Sto胸前 然后拥抱了他 这时候站在旁边的演员Celly Pig 似乎表情显示不应该这样做 还被捕捉到正在拉扯 罗联斯的手臂和衣服的样子 除此之外 网友们还指出 通常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颁发演员奖项是 由前一年的得奖者和另一位演员共同完成 但今年却有五位曾获奖的演员 一起担任颁奖人 按照惯例 颁奖人和得奖人在交换奖杯时 会握手或拥抱 但罗大局和Emma Sto在众多颁奖者中 忽略了前一年的两位亚裔得奖者 感到紧张 尤其是被提名的演员 会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因此只是基于短暂的影片 评判演员的态度和人脾是不应该的 美国媒体上演内幕 在报道这起争议时也指出 不是每个人在获得自己领域最高荣誉时 都会有相同的反应 人们经常利用这些短暂的时刻 过度分析和推测名人的真实想法 并提到了罗大局在幕后与关机委 握手并拥抱的事情 而在颁奖礼礼结束后 杨子琼也在IG发文 解释了有关该奖项争议的场面 恭喜你艾玛 虽然我让你感到困惑了 但我想和你最好的朋友杰尼普一起 共享家奥斯卡奖杯交给你的荣耀时刻 这一连串的事情 再还往引起了热烈讨论 连杨子琼都说是自己让对方困惑了 为什么你们在那里创造无视亚洲人争议呢 杨子琼写的每一句话 都是典型的外交语气 优雅耳含蓄的在批评 但既然有人对此有不同的解读 看到你错误的行为 我意识到我让你感到困惑了 是这个意思大家 表面上看似没有对艾玛斯彤说什么 但这话中有让人恼火的意味 将公开场合发生的种族歧视问题 仅归为当事人间的问题 是有多愚蠢呢 从不是艾玛斯彤而是杨子琼发表立场 就能看出问题所在了 就像报导说的一样 这可能是因为紧张 而且从后来拍的合照来看 并非忽视亚洲人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无法控制自己的怒气呢 酷航真是厉害 是不是紧张的时候只看不到亚裔人士呢 完全忽视递奖杯的人 连基本的拥抱或握手都没有 直接去拥抱其他人 为什么要一直试图理解这种行为呢 说什么紧张 看来是连他们自己也觉得 鲁大吉的行为有些怪异吧 怎么在白人面前就不紧张 在亚洲人面前就紧张了 这是选择性紧张吗 看动图的话 我觉得是杨子琼先引导艾玛斯彤 向金发那边走的 只有我觉得是这样吗 反倒是艾玛看起来相当困惑 如果杨子琼是想要将奖杯递给杰尼婆的话 那应该要把奖杯递到杰尼婆那边 但他却把奖杯紧紧抱在怀里啊 黑了已经得了四次奖了 但也因为太紧张而忽略了森林迪 只用那个艾玛的动图 就说那是种族歧视实在是太夸张了 这只是因为人多而突发的事情 因为礼服破了耳心里崩溃 或是因为兴奋而不知所措 这些辩护全部让人难以理解 不管用什么理由来说 都是对于上台颁奖的人缺乏礼貌 虽然希望他们能亲自解释 但应该不可能 我只想支持杨子琼 目前为止在韩网 还是负面的留言比较多 所以对于鲁大局和M-master 无视亚洲人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